8秒一次攻击,法力永不枯竭,这听起来实在是件非常惬意的事,但还有一个非常不惬意的事,那就是8秒钟内将受到多少攻击。 从理论上计算,对酒当歌是千人重,就算8秒每人只攻击一次,那就是1000次攻击,更何况不可能有这么慢的节奏。 当然,这仅是一个最粗浅的理论,考虑到实际的走位攻击发动时间,法术剑术释放的飞行时间等等。 对酒当歌8秒能对顾飞进行多少攻击,比较虚无缥缈,尤其是此时对酒当歌追得太寂静,拉出了一个一字长蛇针。 顾飞破天荒头一次欲敌没有主动飞过去,他站在了原地,现在一秒就可以恢复2%的法力,顾飞需要更多的法力,8秒一刀只是一道算术题,进行实战不可能像做题这么惬意。 也许8秒内就要出三刀,接着16秒一刀不出,诸如此类分配的问题,其实在网游里有类似的课题,比如DPS职业如何控制输出之类。 顾飞看着自己的内力一点点增长,对方的剑手这时已经有向顾飞发动攻击的了,顾飞抬眼一瞅,他发现他不能再等了。 现在堆酒当歌的队形拉得老长,自己正好一夫当官,等人真的聚集起来,一百个法师范围法术,顾飞就是法力一千万,也必死无疑。 来了,顾飞呐喊一声,杨剑向下杀到。 这时几个刺客玩家正前行了朝上摸索着。 顾飞知道得清清楚楚,高速冲至他们面前,火光一闪,战斗正式打响。 六个刺客回了营地,泪流满面,扇子龄依然是追击队的队长,此时冲得很前,方才六人中索性没他。 看到这局面扇子龄迅速给追击队的盗贼们下命令,千里一队的反前行准确率非常高, 大家放弃前行。 游戏里的反前行技能或装备,那也是讲几率的,一反一个准,那盗贼的前行技能不是没意义了? 这也是两种技能水平之间的对抗,你加强反前行,我也可以加强前行,反正都是尽量提高自己的几率。 所以顾飞一次又一次的反前行,还是有盗贼玩家执迷不悟,希望碰运气。 而扇子龄现在则是完全死了心了,索性要求大家不要用前行去送死。 一次法术,与此同时,扇子龄心中莫属,同时非常机智地朝人群里锁了一锁,作为一个盗贼十大,扇子龄是有志气的,他的理想不是当炮灰,给千里一队最后一击,扇子龄觉得这才是符合他身份的事。 弓箭手到了这个位置就停步了,他们自然不会冲上去,找顾飞进战。 顾飞一瞅,这情况,这也非常不妙,弓箭手一会儿聚上百来位,一百多追踪石搞上来,必死,不能放任他们聚集力量。 顾飞想着,竟然没理又一波包抄上来的刺客,直朝弓箭手们杀去。 弓箭手团队攻击有一个致命缺陷,太讲求战位,忽乱几成一团,几伸展不开东西,站后面的人也没法射。 此时,箭手们逐渐到位,才在各找射击角度,顾飞已经快马杀到。 无论何时何地,何种对手,这种情况下的弓箭手绝对是掉头就跑,但是今天,对酒当哥此战的指导方针,让他们没有做出这种举动。 因为他们想着要消耗顾飞的法力,于是,一排五个弓箭手一动不动,慷慨就义。 两次了。 扇子灵莫数,四秒,顾飞也在数,但他数的不是次数,是时间,剑尖垂下顾飞飞快一举吟唱。 火树千重燕,快闪。 对酒当哥里立刻有人大声喊出,顾飞诧异了一下,他的确是偷着放了这么一个法术。 想不到,对酒当哥的人竟然如此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,顾飞身前数米的玩家哗啦一下,就四散开去了。 顾飞偷袭不成,浪费了一次法力,心疼不已。 不过,对方的阵型也被打乱,攻守这类职业,一时间又要重新站住,顾飞闪身后退,绑对酒当哥,拉扯阵型。 这刺客放弃了前行后,都改用急行,速度超越顾飞,正他冲上来动手的空,有数人兜到了他的身后,此时顾飞后撤,他们迎上。 前后左右方向通通都有,对顾飞完成了一次包围。 顾飞也不理会,找个方向就冲上,出手极快,刷刷就是几件。 对方一看,只是一个目标的话,这人果然不用法力,只好无奈地一起冲上圈区,引诱顾飞放大招。 顾飞没客气,摔手一圈,一个双眼闪,结果这波人里,有个刺客意外的监艇,居然没被秒倒。 可这时牧师还在大后方呢,也没人帮他刷血,此人连忙想跑来着,但顾飞反应多快呀? 追手就一见,那人没死,也就是剩一点点血皮,最后还是没逃了回营地的下场。 三次了。 扇子灵继续莫属,同时看着第四拨人冲上,扇子灵心里已经开始吹响了冲锋号角。 就快到我了,他想着,这一波人顾飞没急着动手,刚才四次攻击算是非常急促了,前后就十多秒。 顾飞看对方此时非常散乱,正好趁他们没什么攻势时拖拖时间。 于是,这波几个刺客上来,顾飞没急着秒,耐了心用剑和他们拆招,一边不断地后撤,让对酒当歌的队伍保持拉伸。 扇子灵一看顾飞这模样,心念一动,难道已经没有法力了? 情报显示,顾飞最大限度的双眼闪攻击是四次,此时只用了三次,但是,先前在林中就有交手,之后疲于奔命,很可能没捞到空档,把法力补充满,所以现在已经使不出大招了。 机会啊,扇子灵非常激动,一个前行杀出阵笔高呼,兄弟们决胜负的时候到了。 众人一听,明白时机终于成熟,一个个争先恐后,杀死千里一队。 这是多大的荣誉啊? 弓箭手们此时比较抑郁,刺客们一窝蜂冲上抢荣誉,也不再留心给他们弓箭手留出射箭的空间了,这荣誉眼瞅着,他们是没机会了。 虽然挺不爽,但也没人会坏到去拆自己人的台。 倒是有些弓箭手非常勇敢地,击了手中弓箭,掏了刀子,也想抢抢这机会。 顾飞只是一门心思,想节省一些法力而已,并没有换位思考这些对手的情绪。 只见,这些家伙突然就变得激动异常,毫无保留都冲了上来。 是要用流氓打法了吗? 顾飞心下一惊,会错了意。 以为这些人是要硬挺着伤害起自己身遭,但从常识来讲,面对秒杀级对手是不可能用这种法子的,因为那伤害根本挺不了。 不能再磨了,顾飞拖了几秒,发力也恢复了不少,此时抖了两剑,从这波盗贼包围里闪了出来。 这几个盗贼也意识要时机成熟了,连忙追来,顾飞继续跑位,一看这些家伙突然间都变得这么配合,一团团地堆在自己身后。 这么好的福利,顾飞实在是不想忍了,在跑了个小圈后,突然停步,剑指脚下一句吟唱,顾飞知道怕是有人死盯着自己嘴巴的。 所以这次做了掩护,一个折身的时候,法袍卷起,正好掩了嘴一下,顾飞估计不可能有人看到。 直立的法术刚一唱完,顾飞仿佛观察周围局面一样,转了个圈,剑很自然地握在手上,剑尖却翘向了天,顾飞嘴眼在衣领内,又是一次偷偷摸摸地吟唱。 人已经全到,顾飞被彻底围在了当家,但这次是顾飞所布下的一个大杀举。 他也不再心疼什么法力,一看人都近身,抬手一指,一个瞬间一动,顾飞的人咻一下,闪到了圈外。 所有对酒当歌的人都是一针,他还有法力?所有人心下都是这个疑问,上当,快闪。 扇子灵不愧是有头脑的高手,一看眼下所有人挤成一堆,顾飞却飞到了圈外。 立刻反映出,这当中有诈,但这时才意识到已经迟了,脚下的火树千重燕豪迈地生腾起来,烧得众人哭蝶喊娘。 吟唱得烧慢了半拍的天降火轮,此时也从天而降,落下凑圈。 这两个的法术叠加的伤害之下,一大团人瞬间就去了大半,有些顽强活下来的生命却也是垂危,顾飞立刻杀了个回马枪,也不顾踩在火树千重燕上的那点燃烧伤害了,直接进来收割那些残命。 扇子灵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,他是高手,装备也极品,因为是对抗顾飞,他更是尽最大可能穿了些抗活发装,此时生命倒不算是垂危,但此时的情况,他却已经判断清楚,顾飞的法术使用已经超过他们所理解的四次范畴,毫无疑问,他不是法力提升了上限, 就是有了恢复的手段,这事儿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恶劣之极的消息。 扇子灵的眼中自己是高手,是师大,是比赛场这些人都高一级别的牛人,但在顾飞眼里,这些都是即将要被干掉的角色。 他不认识扇子灵,当然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优待,只是按顺序一见一个的挑着人。 入下的火焰此时早已经灭了,但众人残命依旧,没有牧师,在此时显得特别痛苦,大家只有抱头数窜的份。 顾飞暗夜流光剑的物理伤害,也足够收割他们这点血皮了。 顾飞真是恨不得永远这样下去,一边一见一个收割,一边看着法力一秒一秒的跳跃,顾飞觉得这事儿真是太幸福了。 顾飞下手已经尽可能的快,甚至不惜牺牲自己,也耗费了一些生命,但实在目标众多,那时自下逃散,顾飞也只能照顾一个方向, 最后还是有不少残命的家伙逃脱,但经过这么一波清场,顾飞四下一片空旷,射击角度极佳,扇子灵一看,是个机会,连忙招手,快放剑。 先前还未抢不到这位荣誉而遗憾的弓箭手们,一看到那些受到他们妒忌的同志,都落了这般下场,心情挺复杂。 笑吧,不合时宜,不笑吧,但真是挺爽的。 这部分人有的连弓都收起来了,此时听了命令,又着急忙活地拿出来射。 顾飞四下乱走,引领箭矢的走向,结果除了追踪使,其他箭矢顾飞闪过后,纷纷插到了他们那些逃散残血的人身上。 这些人哪受得了这攻击啊,一个个命丧自家兄弟之手。 扇子灵也吃了一挤狙击,饶食他装备惊奇,这时候生命就剩下一个大大的衣了,惊得他面如土色,连忙高声呼叫,不要射了,不要乱跑,冲心结阵。 在没有同队伤害豁免的平行世界里,团战结阵真是一门大学问,瞅眼下这乱七八糟的局面,就会引发自相残杀的惨剧。 扇子灵下了这命令,又看顾飞走向不是自己这边,正觉得走运,突然看到顾飞朝他手一扬。 什么? 扇子灵心下刚疑惑了一下,一把破烂匕首已经砸到了他的胸门。 扇子灵只有一的生命,此时攻击没有成功闪开,强制背扣,白光起。 扇子灵泪流满面,自己堂堂盗贼十大,最后竟然死在一个法师的投掷攻击上,而且投掷的还是自己都看不出来历的绝对垃圾,那匕首还戴着袖呢。 顾飞呢,灭了扇子灵只是一顺手,他开始引荐是有意识的,所以扇子灵也是遭受他的算计。 只是发现这家伙中了剑居然还不死,顾飞料他生命也是无多,所以就随手丢了他一扇刀。 以攻击的力量,以这匕首的质量,这么一击,基本上是破不了如今玩家防御的。 但是,悲催的扇子灵就剩了一点生命,就是给他一板砖也得挂。 顾飞东奔西走的,忙碌又积蓄了些内力,但心中的防针自然还是先前那样,绝不能让对手集结成形。 于是,也不去理会还没清除干净的血皮们,直接杀向弓箭手。 这次的弓箭手,可就不会像上次一样以身殉职。 先前他们想消耗顾飞法力,但现在,顾飞法术一个接一个,大家都看在眼里。 任谁都要怀疑这消耗是不是有价值了。 于是,此番顾飞在上,弓箭手们都开始跑位撤离了。 这对顾飞来说就麻烦了,他一动比不上对酒当歌里的这些弓箭高手,而且仍又跑得四分五裂。 顾飞没个可以一团秒的目标,而除去弓箭手,对酒当歌的刺客们也已经犹豫不决了。 你推我,我推你的,没人敢上前。 于是顾飞主动攻击,这帮家伙犹犹豫犹豫,犹犹豫豫,终于还是拉下脸,跑吧。 咦,进酒,这么巧,又是你? 三十里外在飞速逃跑回避的过程中,又和江进酒不期而遇了。 江进酒逃跑起来,依旧是那么潇洒,正在潇洒地急行。 听到三十里外的声音回头看了看,笑容依旧镇定。 是我? 怎么搞成这样?三十里外还和江进酒进行战术讨论? 毫无疑问,千里一队其实有着回复法力的手段,咱们这战术真是撞到枪手上去了。 大部分人都是白白送了命,江进酒分析的居然头头是道。 那你看,现在应该怎么办? 三十里外问,怎么办?我们这不是在跑吗? 江进酒说,算了,我今儿也豁出去名副七十亿吧,我就跑他个三十里外,有新情况在呼我。 三十里外,不再理会任何人,他决定一跑到底。 古妃此时很郁闷。 此时竟然没有人和他交手了,对酒当歌的人像是没了母鸡保护的小鸡,漫山遍野地逃避着老鹰的追击。 比较烦的是弓箭手,跑远了就开始继续攻击。 古妃一追,他们又跑,古妃明白,他现在是被风筝伤了,至于那些盗贼,现在都远远地当官众去了。 这两个速度职业是古妃目前的主要对手,对酒当歌的大部队和这俩职业有一个明显的断层。 古妃此时可以看到那大块头的人马在朝这边蠕动着,但这跑的到处都是弓箭手,该怎么解决呢? 雷电术,古妃捞不到近身格斗的机会,也只好使用法术了。 雷电术的伤害虽不如双眼闪,但消耗也小,关键是那一雷劈下,不是反应极快的玩家,根本躲不开。 于是,古妃举着暗夜流光剑,开始东奔西走四处电人,一电不死两电,两电不死三电。 对手当歌的人跑着跑着都成累奔了,他们这才想起,古妃是法师,其实也是个远程职业。 法师的攻击距离虽然不如弓箭手远,但弓箭手放风筝,也没可能把人放到几十米外的,一般也都是保持十余米,这完全在古妃的攻击范围内。 于是左一电,右一电,满山遍野都是带着电火花,抽搐的盗贼和弓箭手跑来跑去。 逆流而上,在后面早听到这边的报告了,对酒当歌里盗贼类,假弓箭手类玩家总计也有三百人上下,局部完全统计,此时已经舍了有两百人左右。 从树林里追击到现在,对酒当歌一直就在不停的损失,逆流而上曾经以为牺牲个四五十人耗了顾飞法力,余下二百五足够收拾顾飞。 结果现在发现,自己猜是那二百五,被顾飞耍得团团转的二百五,都先撤。 逆流而上咬牙切齿地下令,此时他用肉眼已经看到了,前方山坡上雷电不断,每一电下去都可以看见一个行会兄弟在哆嗦,而顾飞四下奔走电人,玩得无比欢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